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腕表其实不分男女的很多 像我平时也很喜欢带很多比较酷的男生的腕表 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女生会穿男友风的衣服一样 其实女生带起男款的腕表来反而会更帅气 会更硬朗 会有更不一样的凸显个性的一种感觉 然后应该说也是天台性怀的一个拍摄 那你是不是会跟你家庭有什么分享 我觉得我挺荣幸也挺开心的 能跟那么多众多的男神一起参加今天的活动 对然后像今天的现场 然后我也觉得是还还蛮有就是高科技的那种时髦元素的 所以说其实我平时一直觉得像卡迪亚品牌给我定印象就是很有创新的那种力量感 对所以说像平时Sentos万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对 那今天虽然是你个女神但是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眼前一样 就是穿的是最漂亮的嘛 今天这套衣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设计感 因为之前其实下一站传奇也是做了设计师大家都发现你惊人的这个时尚品 没有没有因为今天我是搭配的大号的那个Sentos万表嘛 所以说就是这身衣服也是虽然是连体裤但是是黑色 然后又是比较设计比较有棱角感的 所以说感觉是有点硬朗 然后中间又是比较中国风有盘客的设计 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比较能凸显女生的个性 然后也能感觉蛮有态度蛮有性格的很适合我 所以现在时尚啊搭配这方面觉得应该也算是老师级的人 老师不敢当啊 你都是身体裁衣服的呀 没有只是自己比较关心喜欢啊 好 好